接下来这个呢不需要抢答 但是呢 需要各位哥哥们坐在位置上一起还原出来 看看谁的还原度最高 就是蔡国庆坐下之后张员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这表情是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321一起还原 哈哈哈哈 还是还是远哥的本人 哇塞 远远你的眼睛从来没那么大锅 哈哈哈哈 哎是的 是的大家都这么说 还加上了双下巴 哈哈哈对重点就是双下巴 因为你要光降 可能没那么好险就 整个人缩了起来 昊明哥呢 当时心里心路历程 我心路历程就是 早知道去黑夜闻白天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很喜欢黑夜闻白天的这首歌 如果声歌选到了黑夜闻白天的话 那太好了 然后啊这个义无反顾的就会过去 对真的是 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 真的 紧接着看下一个视频 跟声语说吧 咱们这出题也是连续剧 你啊 你剩下一个人了 你要被猜了 你别哭啊 不要难过 别哭 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紧接着 有请王月鑫哥哥 他不用来了 不用来了 不用来了 哈哈哈哈 就是 你说快来啊 你别哭了 好 请答题 当时有几位哥哥安慰了王月鑫 嗨 我刚刚就数了这个 我心里有点数 嘿嘿 来 第一个是唐宇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有唐宇哲 有那个张栋梁 有李久哲 有魏巡 有 徐良 五个 你忘了把冠哥放哪了 冠哥 你把冠哥放哪了 哈哈哈哈 对吗 对六个回答这句 你真的是老六啊你 冠哥在后边真的是 还有一只手在旁边 哦对 你还说你数了呢 一直安慰的手默默的环抱过你 好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名场面 放个床垫过来 这个真的笑死 关床垫 是吧 嗯 这个真的对不起 我们当时真的好开心啊 把这搬过来 哈哈哈 这个我看得也好开心 谢谢博强 这个太动了 哈哈哈哈 靠平开门 哈哈哈哈 好来 请问 视频里面你们谁的鞋子和 其他三位穿的不一样 穿的是什么鞋 啊 哎呀 光继顺序去了 那就是余耀明没有穿拖鞋啊 对啊 哦哦哦 就肯定是我的鞋子啊 穿的呃 那个修行鞋 回答 错误啊 你穿的不一样 我怎么穿的不一样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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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你怎么很害怕我 张远穿的不一样 然后是 我还说他鞋吗 对 尺码也要说吗 人家不用不用那么具体 哈哈哈哈 反正他穿的 他穿的反正就不是拖鞋 我们穿的是黑色拖鞋 他穿的是 我管他穿什么 哈哈哈 好回答错误 张远这个答案就错误 我都穿上那个睡衣了 我肯定穿拖鞋呀 那不是 你那鞋不跟我们不一样吗 走开走开 老六来喽 我跟他们三个穿的不一样 那你穿的是 白色冻冻鞋 回答错误啊 好 答案的确是月星哥 但是 穿的是什么鞋子 真高鞋 哈哈哈哈 回答错误 不是 哎呀 嘿 运动鞋回答正确啊 啊 你们都穿的是黑色拖鞋 当时谁先支的这个招 我 你们说大哥 我想了 你想的 对 我们 我们 对 本来 去问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的 结果呢 当时碰到另外一个队 也扫一张床 哦 他说要不我们一起花 再花点钱去 租到另外一间房 结果大家都没钱了 对 等到我们晚上吃完宵夜 就听说了 床垫 暂时没有人 然后我们就说商量一下 去把它给搬走 既然没人用 那咱们就拿过来 对对 别浪费嘛